法國官員說救援人員還正在繼續搜尋在巴黎南暴火車出軌事件當中的生患者和受害者 據信最少6人喪生 這一列載有幾百名旅客的列車在星期五出軌之後 撞向布雷尼蘇爾奧爾日車站站台 當地位於法國首都以南大約20公里 列車當時正在從巴黎開往利摩日市 據報導幾十人在這一宗列車事故當中受傷 法國內政部長艾爾斯警告 傷亡人數不斷變動有可能會上升 在星期五的事故發生在很多家庭開始暑假旅行的時候 這是法國的假日週末 星期日是法國最重要的全國性假期巴士底日 也就是法國國慶 事故原因調查目前正在進行當中 SNCF法國國營鐵路的負責人對新聞介話 這列火車的第三和第四節車軌首先脫軌 導致其他車廂亦脫離軌道 該列火車按照時間表並不停靠布雷尼蘇爾奧爾日車站